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虽然税收有限 但县政府仍决定从即日起开始 针对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装甲牙补助 全口补助上限5万 半口2.5万 在地的长者都认为这个政策 一届也表示肯定 这是县长存光复选举期间所提出老人装甲牙补助 上任100多天就落实了这项政见 他笑着说施政是跟时间赛跑 我们这老人的辅助牙齿 我们现在是全口的5万 半口的2万 这对死不死就开始我们都死死了 我们就说点死不死 不是愚人节 不是说跟我们中间开玩笑 实在要死死了 实在要 长辈也说因为牙齿掉光光 根本吃不到什么东西 只能喝粥真的很痛苦 县政府提供了假牙的补助 可以减少子女的负担 这项政策真的很好 牙科医师陈立坚也说 是一项很好的政策 目前装置全口假牙 材质最差的也要3万块以上 能透过补助降低负担 是很好的做法 比较有的时候 因为经济负担比较重 没有办法做假牙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活动假牙也是一个替代方案 最后还是有时候 它要靠一些连着剂来年 但是我们就是最起码 也是要做一个全口假牙 让它带 让它比较有一个消化 然后各方面吸收 也比较良好这样 县政府实施装置假牙补助 已经限定澎湖籍 65岁以上的老人 条件宽松 为了这项政策 共编列了850万元 虽然县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 但县政府也有信心 透过减少浪费 避免无意识的支出等方式来调度 让老人都能装上假牙 又不会拖垮县政府的财政 记者陈荣誉报道